大家好 我们继续沿着老子的思路 讲解《道德经》第四章 我们还是先读一下原文 道从而用之祸不淫 冤析似万物之宗 占其思祸存 无不知谁之子向帝已先 《道》这一章老子就单独把它挑出来了 第一章 还有一个对《道》的综合描述 《道可道非常道》 《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他这也是没有给一个完整确切的定义 但是呢 他比出来《道》的三个特征 那么用了三个词进行了描述 第一个词就是冲 第二个就是冤 第三个呢就是债 它具有这三大特征 那么具体呢 冲到什么样呢? 冲就是广大的意思嘛 那么冲而用之祸不淫 这个用是指着运作 那么淫呢是满 满为淫嘛 就是说它广大到容量大 大到什么样子呢? 就是说好像永远也填不满它 那么这表现的是它一个大 个人的感觉就是像少 廣大 那么你填都填不满它 那么圆 圆呢意思就是深广 深广呢 就是人类呢 在以前这个大自然的观察道中 就是有一些神剑啊 大的这个比较深的这个洞穴啊之类的东西 那么就叫 就是很深啊 就是很广 拿它来做一个比方 就是我们见到那个深渊 那么老子在这儿有一种 拿着是女性生殖器的这种味道 嗯 他在第一章也讲了 有名万物之母 那么这个母生产这个的时候呢 就是源源不断 所有万物之宗 就是万物都是从它所处 都是从它生养出来的 造就出来的 那么呢就是 表现是深深不可测 深渊嘛 渊就是广大 深广 那么还有一个特征呢 就是 是战 战的意思呢 就是清澈 那么 其实当时也是 那么也通过大自然的这个 观察 对大自然的观察和认知 那么 有空气 你说它 那似乎好像是存在啊 那么对认知 那么包括这些大自然运作啊 这个植物啊 山河 日月星辰大地 那么不管那时候的认知是地心说 还是太阳星说 那么 先 展现放一边 那么 它认识到 说这个 道理呢 隐含在这个 山河大地 万物 这当中 那么肯定 这些 万物也好 大自然的一切也好 都遵从了一个规则 那么按照这个规则来行事的 那么 这个规则究竟在哪呢 那么 也不是那么清楚 那么 具有这么三个特征 那么 它不清楚呢 那么 是就和空气一样 你 好像存在 那么水也是如此 当水占 就是说这个 这个清澈的时候 你可能也感觉到水 感觉不到水的存在 那么 但是它也隐含 道理呢 又隐含在当中 那么 其实 我们这个思路到现在也是呢 祖宗肯定也是这个思路啊 就说 一直说 子 子再往前 那是 子辈子辈 父辈 父辈呢 是祖父辈 再往前就是 几代几代这个祖宗 再往前 再往前推 推到最后 那总有一个 开始 那就叫 宗 那么 或者叫 帝 那么 老子呢 在第一章里头 也已经就是 进行了描述 再往前就是 无 没有 那么这个 究竟这个道是 是谁 就是这个规则 是谁制定的 谁造就的 嗯 老子也坦白的承认 我不知谁之子 就是 也不知道是谁造就 创造了他 那么 但是呢 可以说 那么 相帝 之限 就是相呢 就是指现象界嘛 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 形状啊 现象啊 嗯 其实呢 也是指万物啊 地 地就是 宗嘛 地啊 都一样 你在往上没有了吗 地是最高的了 呃 宗也是最高的了 那么再往前没有了 那么追到哪了呢 就追到无了 就是都是从无生出来的 但是呢 这个道呢 是在无以前也就存在了 就是啊 那相帝啊 就你可以理解上就是一个无 无中生有嘛 那么在以之前 在那以前就存在了 你有这个规则 有这个啊 法律 有这一个 规律 确定了以后 你才能按照他啊 进行运作 那么 老子在这里呢 就是向我们描述了 他们 呃 以 那个时候的祖先们 对大自然的认知 那么 就用一个字道来进行了描述 那么这个道的特征 有三个 那么外表特征 那么 他至于说 我 谁制定的 谁造就的 那就 不知道 但是呢 可以说 他在没有以前 在无以前 就已经存在了 那么 他 就是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分成了一个道 来进行运作 那么 老子在这里呢 既把前人们总结了 呃 对这个 这个 宇宙人生的这个认识 呃 呃 传递给我们了 那么 他是怎么认识的 认识到了什么程度 那么 同时呢 又跟我们后人 呃 呃 感觉不到 没法去研究 那么 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么也不清楚 那么 呃 给我们后人 呃 留下来这么一个 探索的方向 和 这个 空间 呃 呃 这是 老子在第四章 向我们传达的信息 呃 谢谢大家